你相信嗎? 竟然有人說寶可夢珠子的開放世界做得很好 但在我心目中 這才是一個寶可夢開放世界該有的樣子 全部都是程序生成 配合上基地建造系統 以及全新的生態環境 再加上不知道還有多少的秘密等著我們去探索 到底這款Poker 1會比Gee Freak做得還要好玩多少呢? 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遊戲一開始就不得了 我們居然第一到第七世代的全部男女主角都可以選 好你們把你們要的角色喊出來好了 然後我取前四名 然後投票一下 等一下 我直接把所有寶可夢的女角排出來就好啦 我這樣開放世界遊戲變玄妃了 OKOKOK這張圖這張圖這張圖 我們畫面中看得到的都可以選 那我們就是 瑟蕾娜 小光 明依 小瑤 OK這四個投票 怎麼變玄妃時間了 答案是 瑟蕾娜啦 那就開始吧 我們被衝上海岸了 這什麼 路邊撿一個寶貝球 我一開始當然要抓一隻傑尼龜啊 你跟他講話嗎 傑尼龜感覺很友善 然後就可以把他加到隊伍裡喔 看一下 喔我一開始身上就有個腕力 他有備用的耶 不紅的寶可夢有不紅的特殊能力耶 我們乾脆到處去抓寶可夢好了 呆呆是有感覺很friendly 把他加進來 我可以進水嗎 這是暴鯉龍嗎 OMG Mascarin 與刺耳感覺很兇 他有可能會打你 假如你繼續擊他的話 呃那我不要擊他 我是一個玩著第二世代長大的孩子 所以現在看到這個畫質 讓我心裡好感動喔 抓隻波波 第一場戰鬥 啊哈哈 色列納圖好漂亮喔 這些橡樹都是 他們全新製作的耶 我可以抓他嗎 喔喔喔喔 NO 我一定要抓走路草嗎 這些小的寶可夢 都願意直接加入我們 他只有頭撞 頭撞到底可以幹嘛 我可以頭撞樹嗎 小烏龜用頭在撞 什麼事都沒發生 喔現在變成烏龜帶路了 烏龜不能撿道具啦 我還 捷尼龜收服了色雷娜 現在帶他冒險 我可以換回來嗎 喔現在變成他在follow我了 我變晚上了 走路草超好用的 他會一字斬 然後他還會除蟲噴霧 他還可以驅散寶可夢 抓一下小巨蛾好了 小巨蛾感覺很有殺 石頭能撞嗎 好問題 烏龜使用你的頭 看是我們烏龜頭比較硬 還是石頭比較硬 烏龜頭撞到有 有屁用喔 喔我要建造屋子嗎 那我們找一個基地 這個在抖洞是什麼東西 一個寶可夢的蛋 等一下我拿的話 他旁邊的父母是不是會生氣啊 但是我對我們還是被父母給追殺 生氣的龍蝦 因為他們很氣氣 所以攻擊力大提升了 生氣個屁 今天晚上有龍蝦可以吃了 喔喔喔喔 我可以抓他嗎 進來 晚餐 耶 想要解救孩子 自己也被抓到了 啊 他的爸爸也來了 欸真的一男一女耶 好用心喔遊戲 至少要殺一隻吧 晚上才有著落 要把爸爸吃掉囉 耶 我們等一下可以生火烤龍蝦 剛剛有看到碗粒 能夠蓋東西喔 喔喔喔 酷喔 可我需要木材才能生火 走路草會一直轉 走路草這麼猛耶 走路草這麼猛耶 他這椰子樹可以砍嗎 砰 我需要草 喔有了 我可以蓋柵欄 我們現在想辦法蓋一圈圍欄 這樣我們放生寶可夢 他們就會被圈在裡面 我蓋的好醜喔 蛤 啊哈哈哈哈 蛋孵化了 兩個龍蝦生出來了 當然是第三個龍蝦 我需要多一點的木材 我直接把整個森林產品 寶可夢都根計畫 喔這個超大樹我斬得了嗎 走路草需要完全進化 才能斬得了這個大樹 我要怎麼轉這個東西啊 喔他會自動轉喔 啊 好酷喔 我可以把門蓋在這裡嗎 我還可以閃自己的柵欄 喔有Bridge耶 OK 我可以蓋橋 又可以離開這小島了 就這個Door嗎 哈哈哈哈 我們蓋好自己的寶可夢託運中心 我們先把之後的晚餐放在這裡 小龍蝦 剛好就在火旁邊的 餓的時候丟進去就好了 欸我可以抓一隻寶石海星 寶石海星可以幹嘛 不能做事 我直接放在火裡面會怎樣 哈哈哈哈 不能放在這邊 因為有東西擋住了 右邊喔 喔右邊有潛灘 喔我看到了 結果我們根本不用蓋橋 我們要正式進入寶可夢傳說 荒野之息了 披荊斬棘 這是用撿的嗎 Personberry 製宅果可以製混亂 欸好可愛喔 小小象 抓起來 Pierre 進來 耶 小象有什麼功能 小象可以挖洞 哈哈哈哈 還有他的橡皮子挖 這是真的破壞環境 我捏一個橡皮子出來 小象蓋小象 我們已經採了夠多木材 應該可以回家了 欸 有鬼 What 蛤 我有PP玩我嗎 喔好恐怖喔 他獨家動畫欸 啊哈哈哈哈 技能性攻擊超痛 格鬥器打鬼系 還要混亂之光喔 No他真的是鬼系欸 我逃得了嗎 不行 No 我一定只能在這裡打了 太扯了吧 對阿吹泡泡 啊 他是環境保護者 他看我們在那邊亂破壞 唉唷 好癢喔 我們有機會 我幫他把他吹死 YO 我們的玉三家拯救我們了 我可以抓他嗎 我只剩一顆球欸 只有一次機會 靠呀 鬼魂不能被抓 所以他不是寶可夢 他真的是一個人的怨魂嗎 我只能幫你幹掉啊 YA 我們打敗一隻鬼 這樣好像很不尊重死者欸 喔 喔 我還可以跑著給鬼追喔 後面那隻鬼很耐心的看我跟超音符打 已經早上了 我剛才直接逃跑算了 OK 到早上他就消失了 我需要有一個 真的能夠回家休息補血的地方 我們有超多建材 我們蓋一間木屋 OK What 等一下我有點看不太懂 那是天花板 喔 我把外觀蓋好 再開個門就可以進去嗎 OK 我這房子長得好畸形 然後我這邊再蓋一個門 這樣是一個房子嗎 哈哈哈哈 所以我是完全垂直往下看喔 現在是Google Map的視角 哈哈哈哈 這室內怎麼多了這一道牆 我可以種一個草吸寶可夢在家裡 還有書櫃 重點是床啦 我需要So Bed 那軟床要怎麼照 室內要照明嗎 欸有火把 這樣不會起火嗎 喔 我要想法照軟床 喔對 供火室工作台 哇好多東西可以做喔 所以我們缺三個軟羽毛 跟三個絲線 這是要找寶可夢拿嗎 這時我就想得起 我們開頭不是遇到一隻羽赤鵝嗎 它好像就是蟲系寶可夢 該不會它就有絲線吧 欸 還會很高等嗎 42 呵呵呵呵呵呵 等一下你 你會吐絲嗎 我本來找你是想要看你會不會吐絲的說 我直接逃好了 我逃不了 啊 哈哈 它好痛 哎唷 我打得到它一下嗎 它用飛行刀包打爆了 不管 我死前丟一顆球 有沒有機會直接就抓到了 欸 該也要三下 呃 我只能最後一個機會了 性別跟它不同的小象 使出愛情球 加入我吧 與刺鵝 丟 哈哈哈哈 我獲得42等的寶可夢了 小象超會撩的 一見面就訂婚 感覺我們直接去冒險好了 我們把我不要用的寶可夢放著 已經死掉的寶可夢 我把它放出來會發生什麼事 它會躺在地上嗎 OK哈哈哈哈 殭屍欸 好恐怖喔 這裡越來越擠欸 為了要符合 洞寶協會法規 我把它們柵欄蓋寬一點好了 哇他們很開心 弄完的空間要變大 享受你們的新監獄 啊不不 呃 新拖獄所 What 還有墓地 難怪晚上會遇鬼 等一下 蜘蛛 你一定會吐司吧 哇它會直接加入我們欸 所以我要抓三隻 這種寶可夢 我應該就會有細線 我們到新生態區了 莽源啊 嘿 我可以抓你嗎 欸 喔唷 螳螂會吐司嗎 我怕我秒他喔 等級太高的煩惱 我們派我們的 撩妹達人 小小象 喔讚喔 OKOK 我覺得現在可以抓了 讚 我現在超出六隻寶果夢 飛天螳螂會被送到哪裡去 他被送到上一個安全的地方 我們抓看這隻 麒麟騎 他有善的欸 我可以騎他 我騎長頸鹿啊 我從來不知道長頸鹿是可以被騎的 我們先跑回去 我還蠻在意那個飛天螳螂 我們到底有沒有抓到啊 飛天螳螂不見了 他說我上一個安全的地點到底在哪裡啊 喔跑到這裡來啊 所以他會被傳到我深層的點 所以我們可以一直狂抓寶可夢 我不用回來看 我們先把寶可夢都放進去了 先把蜘蛛放下去 你趕快先吐司 他看起來手上拿著一個東西 耶 獲得一條絲線 他手上有拿東西嗎 飛天螳螂不喜歡這個環境 那他喜歡什麼環境 哇這台心也不爽 大家都不爽 覺得太急了 走吧 哇長頸鹿 長頸鹿跑步的時候是用凳的 他真的是鹿耶 欸 欸呀 又是一隻蜘蛛 好 等一球 好像不用把等一球 浪費在這種小寶寶庫上面 喔我們這個地形真的是 好難到處跑 四周全部都是樹 NO 我的座騎掛了 我還可以騎嗎 還是可以 昏倒了還是要繼續工作 小窗不會吐司吧 好像可以試試看 我直接丟球了 喔唷真的 我是不是已經抓到了 三隻會吐司的寶可夢 等下這些蟲 是不是需要住在一個森林裡面 每個都給我臭臉 喔唷 我們長頸鹿可以跳欄杆耶 喔我這邊擴建一下好了 第二監獄修遷中 欸 他們住得很開心好不好 怕你喔 我等級是你兩倍啦 河岸第一排 裡面有花有草 好把蜘蛛全部抓過來 你不要再生氣啊 你們這件死蟲 不要再跟我臭臉 YES 終於開心 開吐司吧你們 趁他們在開心 慢慢吐司的時候 我們繼續去探索吧 我現在去的是鳥 我需要羽毛 奶牛欸 大奶罐的爸爸在哪裡啊 還是他們小孩一生出來 就要註定要進入單親家庭 他只有一個媽媽在他旁邊 只有在母親面前幹蛋 你這奶牛太胖了啊 追不到我 卡住了 又是誰架帶 這個孩子更可憐 他旁邊直接沒有父母 這個我父母衝出來了 孤兒 他真的沒人養他欸 OK那我們這要收好 總算做了一件善事 那是妙蛙花嗎 我有沒有看錯 我想抓一隻妙蛙花欸 好帥喔 他62等 啊 跑喔 嗚 你比鬼還可怕 跑了一半 生出來了 小奶牛 妙蛙花可以接受牛奶會弱嗎 啊 奶牛奶牛 你可以頭撞 你可以撞妙蛙花 蛤 紅狀到底哪在幹嘛的 超了嗎 喔可以欸 奶牛帶我走 喔喔喔喔 這這哪裡 這什麼地方 不要挖你不好奇嗎 這很像一個超大劍組欸 我們停下來一起進去探險好不好 好啊另外一個蛋都已經孵化了 這氣因是誰 難怪你會被拋棄 我也不想養你 妙蛙花這隻留給你 給我打不贏吧 我只剩一隻寶可夢了 我先麻它 它速度比我慢 我打它一下 然後丟顆球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喔 他會說 我們要抓到一只62等的寶可夢 妙蛙花很重嗎 很重的話我們用後重球 What 抓到了 抓到一隻超後期寶可夢 它會移自然跟噴霧 所以我可以把走路草取代掉 走路草也可以被放生 然後這個門是被鎖著的 OK 所以我還要再到處探索找鑰匙 這次沒有辦法在開趴喔 他們也太衛生了吧 我是你們家親戚 你們兒子給我照顧就好啦 我拿到秘密鑰匙了 然後就被抓了 喔 36 等而已 這樣我可以直接殺爆這些父母 我們各種傷天害理 他們剛剛正在忙 忙到一半我把他們彈拖走 然後就被我秒殺啦 比火箭隊還要扯 我們剛剛在一片混亂之中 拿到了一個鑰匙 欸可以欸 喔 這是紅蓮島的寶可夢屋欸 裡面有好多被遺棄的拉打 我們先把床蓋好 我除了雨車以外 整隊都快掛了 欸等一下好帥喔 潮汐會淹水欸 喔 我們又多了一隻喵蛙 還是喵蛙種子 可惜 我們已經有一個成年版的了 你好像要自己去找你的爸媽了 他爸媽不是被我宰了 喔 對喔 我把他爸爸宰了 然後把他孵出來之後又拋棄他 難怪我們現在一直找不到鳥啊 我們超缺德的 剛才有鳥 右邊 上面右邊 不 好可愛喔 風浪雷丘 欸 我抓了我可以衝浪嗎 他把我墊下來了 NO NO 我全隊只剩下一隻七滴血的喵蛙蛙 我直接抓他 用等級球 62等我比他高等啦 啊 不要中 不要中 欸他親我欸 親我那我更不能打啦 我更只能丟球 我會衝浪了啦 我莫名其妙可以衝浪了 居然是靠雷丘 欸 這裡有一隻鳥 這是小毒鳥 小毒兒 歡迎加入 算抓到一隻鳥 然後我就可以直接衝浪回家 嗚 欸 他又把雷丘畫出來欸 好可愛喔 這遊戲超用心的 你可以給我羽毛嗎 他所要拿的東西 第一根羽毛 這兩隻隻蜘蛛偷生殖欸 喔 總算好像有在工作了 手上拿著是 毒針 那你呢 兩個毒針 你們又生了一個 你們從頭到尾都在交配而已 根本沒在工作 那我直接把這兩顆蛋孵出來 我們到處跑 瓢蟲有嗎 欸 瓢蟲有拿東西 瓢蟲有羽毛 那我根本就不用抓鳥啊 符號了符號了 我沒以為他就一隻蜘蛛了 他有拿東西了 YA 所以我還差一個絲線一個羽毛 我們再去繞一下好了 我在果樹上面有這隻寶可夢 可以抓他看 不知道他有什麼特殊能力 這麼難抓喔 他是神獸嗎 他怎麼都難抓 我不信 他到底是什麼寶可夢 怎麼那麼強 他根本沒有什麼特殊能力啊 我到底抓他幹什麼 我在水中好像都沒有遇怪過 我那鯊魚 哇 鯊魚會追人喔 哇 我沒有搶他的蛋欸 哇 他不是在等我下水 好恐怖喔 他現在沒有在守護他的孩子了 趁這個時機 直接看著 嗚呼呼呼 你在兇啊 終於看到鳥了 這是什麼鳥啊 等一下他不是鳥欸 巨翅飛魚 有飛行細碎 他會有羽毛嗎 斯萬福特 只要把他秒掉 我就可以抓他 暴擊 我永遠不會知道 烘魚有沒有羽毛 我們偷的鯊魚孵化 他的父母都現在還在找他 那是快龍嗎 我抓得了一隻快龍嗎 媽啊 把這死猴子放生了 這顆這顆 快龍有多快了各位 為什麼小雞兒也要追啊 快你屁事 快龍超肥的 一下我就甩掉他了 哈哈哈哈 肥一龍 你還追不到 喔我起麒麟的關係啦 我可以把他引多遠啊 喔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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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 五十五 我只能用落雷 我只能用落雷 NO 是不是沒有快 我只那一條魚了 死前最後一丟 你很胖吧 沉重球 進來吧 哈哈 他神必守護欸 所以是老天旨意嗎 要我說第二課 求就進 哈哈哈 掛了 我死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戰鬥很累 你逃到了上一個安全的地點 喔! 我們跑到一開始被衝上岸的地方了 因為這樣我就不用跑這麼多的路回來 欸欸欸 蛋還在身上嗎? What? 那個快龍母親打完我出氣後 就忘了她孩子了 而且我的寶可夢每一隻都恢復到半血 我就靠自殺回血就好啦 剛好回來 拿羽毛 Yes! 趕快趕快給我撕 終於 我們可以蓋床了 先去造床墊 然後就是一張硬床啦 Woo! 總算可以睡覺 有在回血嗎? 喔! 讚! 喔 睡床回得好快喔 我們休息完整62的廟話 我們回去找這個快龍報仇 而且我猜快龍應該可以讓我們飛耶 有飛行就爽多啦 我記得快龍就在這裡 好 來復仇囉 各位 關你鳥事啦 他是被快龍領養喔 爸媽沒教好 你還敢來碰我 上! 先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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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我們藤邊鞭他一下看看 打多痛 齁齁齁 他睡完之後 我就要換枝換成雷丘 然後拜託不要把他秒掉 啊!完蛋! 他醒來了 靠 再一次 讓你睡 雨刺兒 我用聰明吧 他速度比我快好恐怖喔 OMG 他飛行系 我應該要用空氣斬的 我在幹嘛 啊!這龍系招 好險他沒有用飛行系招 穩一點 要挖出來 睡然後我就丟球看看 穩一點穩一點穩一點 神秘守護所以我不能睡他了 那我只能丟啦 Oh my god 欸! 他打我怎麼這麼痛 他現在還在神秘守護 我不能睡啊 過了! NO! 啊! 翅膀攻擊 長頸路被迫出來 直接丟球了 賽中! 賽中了! 12等的寶可夢抓到55等了 遊戲靠賽 輕鬆自在 有沒有特殊能力 可以飛啊! 好帥喔! 哇! 整個地圖開放了 我可以去血緣了 超酷 這... 這是... 我... 他還會降落 這是什麼東西? 還有只是一灘水 紫色的水 哇靠! 還有岩山地區耶 就真的是一個火山而已耶 這裡有什麼東西 我可以在火山中降落嗎 來! 雷球 衝浪 結果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啊! 終於沙漠地區到了 這個地方太陽很大 此地區感覺很危險喔 為什麼一直魂香花會在沙漠裡走 他不會乾掉 你好可憐喔 我們把他抓起來 讓他不要受苦好了 翅膀攻擊看打了多少 哇靠! 我想要救你的 直接送他投胎 NO! 我們被什麼追了 龍王蝎 好像注意一下翅膀攻擊嗎 哇打好痛 我先逃好了 用這些仙人掌擋住他 WTF? 什麼東西 這更恐怖 WTF? 什麼情況 啊! 仙人掌我不能靠近 我剛才找機會飛起來 喔! 這什麼 沙漠有遺跡耶 可以直接走下去 隨機生成的地牢 我這邊有沒有遇到怪嗎 OK會 多高等啊這裡 24 OK 但我現在血太少了 我們先回家補血再回來傳好了 好啦我們直接找烈咬路沙跟他PK 贏的話就抓他 輸的話我們就傳回家 應該還是翅膀攻擊比較痛 啊!他們有快 只剩這兩個小朋友 再創一次奇蹟 有路沙速度只超過100 所以我們用快速球的話 有4倍的抓取率 就是這一波了 4倍捕獲率 靠你了 玩力 哇靠 我還以為中了 人不可能過得這麼爽 直接回家睡了 我們現在應該只需要帶快龍妙蛙花 我覺得保守一點還是帶這個 然後我們抓了烈咬路沙之後 再下去那個古代遺跡 回來 Second Round 對面分 他超快 哇哦 我要換隻打吧 這把攻擊 再一次 OK 速度球 4倍捕獲率 進來了 他還在睡覺 他為什麼 他也會飛 他不是路沙嗎 他看起來像是蝙蝠一樣 好可愛 我們身上是不是從頭到尾都戴著 睡袋 他說不能在嚴厲的地形裡面睡覺 好好好可以哦 那這個回血應該比較慢 好慢哦 好 隨便找個方向走吧 月之石 那有獨特動畫 每一個第三世代以後的寶可夢 他們全部都要重新畫寶可夢的像素 超用心的 這個粉絲遊戲實在太佛心 Game Freak 你在幹嘛 這是什麼遠古文明啊 走個埃及 地下洞窟 What the fuck 這裡好暗哦 他直接睡著 我要不乾脆直接抓他算了 但我比他高等啊 等級球 這麼容易 你有什麼 你什麼招都沒有 我的螢幕亮對我被調到 我在哪裡啊 好像下面有一個樓梯可以走 右邊 這裡 哦原來很近 哦這更暗了 我把我螢幕的亮度調高一下 等一下 我螢幕亮度已經100了 還是我 我要造一個火把 好暗哦 我要出去抓噴火坨嗎 我要怎麼回去我都不知道 我用離洞神 我也飛太遠了吧 哦 飛到我睡覺的地方 這誰啊 他是太陽石耶 我就直接抓他就好啦 跟我們整場遊戲的 羽翅兒 應該是想要自由了 拜拜 飛吧 我跑了 放在一個危險地區 靠 他們不會過來 好帥哦 他們不會靠近燈耶 我們就帶著 太陽石進去 他們有在亮啊 早晚上會亮的寶可夢 駱駝都會亮 我們抓一隻會亮的陀螺 哦 他真的身體好大隻哦 我用咬住好了 可能會畏縮 哦他真的畏縮了 他這麼大一隻一定很重 我中球 我現在是不是超過六隻寶可夢 他是被傳到最後睡覺的地方 那我們回去領他一下 這裡這裡 我可以騎他耶 我騎在火山口上 開騎 超級照明 我們大猴燈開很亮 我看一下我們蓋的到底怎樣 為什麼變暗了 我現在騎在他身上啊 OMG 就算是噴火拖的光 還是這麼暗哦 勉強看的到啦 勉強看的到 這是我們剛才蓋的 好像快到終點了 沒有 拿到兩個救急球 又是三個古代粉 這地牢的最底層就是一堆古代粉 我們大廢商來這邊到底幹什麼 沒路啦 還是是在上面這一層 我要找另外一個出口 我就是miss了什麼東西 啊對哦 我們剛下來第一層 左邊我們沒去耶 OMG 原來有其他樓梯啊 又是一個陰暗處 這裡一定就通向最終層 我直接摸黑著跑 欸找到 這是哪裡 他是 火神鵝 我看他背後那張畫材認得出來 哦 所以跟黑白的劇情一樣 上了 我這位子從來不知道 鵝的叫聲是這樣子 火神鵝是什麼屬性 蟲火 我翅膀攻擊會不會秒他 啊 嘟了嘟了 翅膀攻擊 不要秒 不要秒 進來我的球球吧 中球 OMG 他有多難抓啊 他的捕獲率才15而已 一般球只有2%的機率 催眠他催眠他好好好 希望我沒有要撐得住一回合 催眠粉 YES 哦我應該要丟我剛才拿到的救急球 Sucker 過來吧 差一點 他也太快醒來了 OMG 15捕獲率也太低了 火車的速度100 我已經剛丟速度球了 我要裝不care 我要裝不care 我要裝的不在乎 他才會想進我的球 我擦 你可以撐一下吸取生命吧 他的血都快要補 超過紅了 一定要完全不在意 不能假裝 我不care 我一點都不care 我不care 我只剩兩隻寶可夢 隨便啦 青菜 他搖了多下 我只剩5次不care的機會 隨便隨便 隨便 Sucker 我的 一隻準神鵝了 然後他直接被送回床去 哈哈哈哈 我生了 你可以 飛 哦好噁哦 騎成一隻大昆蟲 哈哈哈哈 喂剛好 就是我們從很前面就想要闖的廢棄大廈 我們先去旁邊睡覺 固定睡覺點 總該回歸闖這個廢棄寶可夢屋 大小跟一個Costco差不多了 GO 我們直接又沒有要挖的那個除蟲噴霧好了 我們讓青蛙帶路 我要開這個雕像嗎 哦真的耶 而且很帥的是 這些布置全部都是隨機生成哦 所以你們的遊戲寶可夢屋不會長這樣子 超酷的這款作品 不要下面又是暗的哦 這裡到處都是高級球 開了這有什麼用 我要去上面這邊再開這開關 我也不知道我開了什麼東西 反而讓我可以到下一層就好 這個迷宮底層又有什麼玩意兒呢 他給我這麼多高級球 等一下是不是一隻超級難抓的寶可夢啊 那邊有個門要打開 嘿 nice 這是開哪裡呢 What 我又卡關 OK 這是隨機生成唯一的壞處 他們家裡漏水耶 這個牆壞掉了啦 要請師傅過來 我有miss掉什麼東西嗎 樹的後面 我的天啊 他才會在樹 太高端了吧這個玩法 這裡宮頂夠還賤 誰他媽找得到這個東西 這個水已經漏進來了 這房子越下沉漏水越嚴重 最下沉是不是直接一片海了 我可以直接走到下面一層 那邊不用開外觀啊 來 上面是什麼 機械超夢 這轉換音樂 他講話了 這是玩到現在第一個對話耶 人類 他們完全不在乎我 從我一開始睜眼的時候 他們就一直想要控制我 但不再會這樣了 為什麼你人在這裡 你在找尋控制我的方法 就像其他人吧 哇 要開打 金屬超夢 一個壓迫的立場圍繞著我 超夢釋放他全部的力量 好帥的場地喔 所以這遊戲的背景設定是 那一隻超夢被釋放出來後 摧毀了全世界 所以現在人類只剩下我們這一位 鎧甲超夢 最終對決 才50等 哈哈哈哈 可不可以讓他獨屬性耶 會不會讓他精神槍練給搞爆 我可以讓他睡著嗎 啊 念力 他打我兩倍 啊 啊 啊 睡 哦 我睡到超夢了 拉噴邊邊他 喂 NO 可以咬露莎 我用咬住打他兩倍吧 哇 靠 好痛 這幹沒有打我很痛吧 OK 一波精神力量被釋放了 What the hell 是他放招嗎 哦不對 那是場地效果耶 所以 每三個回合 旁邊的碎片 就會直接打我們的寶可夢 寶可夢速度多少 好 130 所以一樣速度球啊 哦 我只剩四顆而已 丟 我身為你要勸勸他 你也是住在這顆球裡面的 What 自我恢復 我用蟲鳴打他兩倍 不對吧 他逃走了 他有可能再回歸 超稀有穿做寶可夢 直接被我們打死了 好啦 我們重打 龍錫有38機率麻痺 這麼賽 他被上狀態了 然後我等下用龍錫控他血 睡眠粉 YES 上 進來 我的天啊 現在我們應該是用高級球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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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哇靠差一點 怎麼回復 還是我要AB連按 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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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上上下下左右AB 上上下下左右AB 上上下左右AB 我手伸不夠快啦各位 我生了我生了 逼~~ 逼起來 喔喔 看 丟球之後開始搖屁股祈禱 有這個都市傳說 我只要能瞬間搖超過20下 那個球就會搖至少3下 阿!! 靠朋友 早就已經出來 我直接直接完搖 阿 幹 啊我不想回頭了 搖屁股有用 啊 它會 Seg 要 終於要開始了嗎 我的AI institutional我馬上開始搖 哼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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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像跑了沒有 靠腰 靈體 有一個震步要夠大 要翹再高一點 顏 啊 啊 好累喔 翹太高了 他不舒服 所以我要搖搖一個剛好 那不能翹太高 幾下啊 剛才有幾下 他閃下了 所以我抓隊了 我抓隊政府了 我會想起他是怎麼搖的 快點 進來 我好累 超夢有夠挑剔的 角度又剛剛好 幅度還不能太大 他才能接受這個屁股舞啊 這時候看一下 超夢有什麼能力 飛跟傳送 他的盔甲脫掉了 對齁 變一般超夢的 說好會附襯鎧甲呢 來他可以飛啦 我還蠻好奇 What 他腿好長喔 喔不對啦 我是坐在他的尾巴上啦 我現在才看懂 這做得感覺好不舒服 第一次看到騎超夢的 好了各位 我們已經獲得這個遊戲 最強神獸 所以 還有一件小事要辦 你們剛才今天仙人掌 不是追我追得很開心 給你看看我新交的朋友 我只能用高速猩猩耶 就還是能瞄你啦 我逆屬性還是打爆你們 是失誤者啊 硬酸了 完全沒要幫兄弟 哈哈哈哈哈哈